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生物表面上好像沒什麼動作 但其實無時無刻都配合身邊水位的變化 這次讓我們一起觀察幾種長相不同的軟體動物 曾母卯麗是一類小型的蠔 屬於雙殼類的軟體動物 牠們主要生長在紅樹的樹幹或者根部外面 又或者在潮汗帶的岩石之上 所以有時也會被稱為石蠔 要辨認曾母卯麗可以留意牠們黑白交雜 而且粗糙和形狀不規則的外殼 潮退的時候曾母卯麗會緊閉牠們的殼 避免水份流失 草籍中裸主要生活在潮汗帶較低的位置 潮池和有海浪沖刷的地方最容易找到牠們 草籍中裸是腹竹類的軟體動物 會利用腹部的肌肉在石面上活動 並且取食上面的藻類 退潮之後牠們會藏身在石蠟之間 或者石頭之下 減少水份流失 並且等候下一次水漲的機會 在風浪較大的光滑石頭 或者潮池之中 有時我們可以找到外形獨特的石別 石別的背部有八塊排列整齊的殼 分類學上都屬於多板剛的軟體動物 石別的腹部有一塊強大的肌肉 令牠可以在光滑的石頭上爬行 如果遇到較大的風浪 石別亦可以將腹部肌肉收縮 令身體和石面之間形成一個真空 這樣就可以在風浪之中緊緊貼著石面 大自然真的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在海水和陸地交界的地方 原來有這麼多有趣的生物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和愛護生態環境